三次會議記錄 神秘案一 歷史建築原山坑道擴大保存範圍審查案 結論 冷案已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立如出席委員一句同意絕例如下 同意擴大本事歷史建築原山坑道保存範圍 那保存範圍案面對領有的部分 滿到委員參約 二 冷案一句文化財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登陸廢職審查及輔助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案二 北投十大同節十二號北投城市祠堂 融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一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絕例如下 同意登陸大同節十二號 北投城市祠堂為本事歷史建築 二 有關登陸理由一委員意見修正後 提送下次委員會宣讀確認 北投城市祠堂登陸理由及其方另一句 一 北投城市族人與北投地區漢人肯拓的開發歷史 息息相關 其先祖自清朝年間結伴渡台與北投定居 移民拓肯帶來的水田文化 蘊涵濃厚家族倫常與宗族關係 與其相應而生的宗教風俗以及教化 因此升值北投地區 二 北投城市祖籍為福建泉州同安邁向喉廷鄉 此唐初建於1898年遭粉毀 1910年重修擴建又稱喉廷居 唐中供奉新初以來的北投拓肯之先祖排位 除淨天祭祖 上去策立後進及排檢族內周分之功能 西北投城市族群重要活動場所 每年冬至仍保有祭祖活動 反映對先祖及原相的近思緬懷 三 城市祠堂建築形式為米南建築 正常保有人建築構造 包括戶口牢石柱 入口格扇門窗 四點金柱等 並維持供奉祭祀空間 其中頂下桌 祭器 禮器 集門神等 均為祠堂重要城設有文物 深具社會文化歷史價值 四 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制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 四 款 評定基準 回到原會議記錄 三 北投城市祠堂保存方案 後續需提送文化局審查 案三 南港區研究院路易段120號 缺世古促德成居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一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同意登陸研究院路易段120號 缺家組錯的成居為本市歷史建築 歷史建築名稱南港缺家組錯的成居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之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建築座落土地為南港區中南段一小段 176-2等十一筆土地 建物為南港區中南段一小段43件號 五 登陸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全家組錯的成居建於1924年 建築早期 全州南安學師家族移民拓肯發展地程 在能量開發史上須有重要利益 建築及山牆之民宿 建民的精美 具工藝及藝術價值 三 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止審查 及輔助辦法第二條 第一項第123款成定基準 二 保安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項提案 三 臨時提案 按一 設定補基台北工會堂 保壘廳內部裝修工程報告案 結論 一 本案未送審極先行試作 本案未送審極先行試作 一 本次提送系補辦程序 因本案業經兩位文資委員現刊 本案同意追問被查 二 請中山堂管理所 檢送本次裝修書圖送文化局被查 後續印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23 26條規定 檢討修正管理維護計畫 及提送印計畫送文化局審查 以上 提醒委員確認 好 大家可以一上一次 我可以記錄 我們那個 成立案2 它還有一些的那個 真錄的一個環化 如果不可以 我們在這個 你會不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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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做 我會做 你會做 我會做 你會做 我會做 我會做 你會做 我會做 好 我們下一個 謝謝 阿一 按由 董事務地域建築原台北習務所環設 修復工程委託技術服務分化工作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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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 我是 行為主要外設的 偵察建築師 學藝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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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 社 End 處 部署 承司 尋 introduction 教人 學藝居 karma 工程 海美 前 为因本市市场处办理南门市场改建工程 礼于华光社区特务区领历史建筑群的空地新建临时终极市场 考量该区域整体景观及历史建筑后续的修复及文化 以及增加文化制裁的使用效益 曾经市长于105年8月30日会议才是 请文化局研定修复计划的期程 经费部组部分同意动之一额预备金 为串联城市发展脉络及修复陈中区老旧大型宿舍群的目标 以及达到本市建筑与城市警官的改造 文化局领利老房子保存再生城中部实项计划 以原台北行务所关设及景丁日式宿舍群为核心 由文化局办理修复及再利用规划 并请相关管理机关配合办理街区串联及整体故事项的行销活动 老房子保存再生城中故事项计划 于106年5月5日经市长市会议合议 并纳入中央前瞻计划争取机会 案内将台北行务所关设定位为经验雪峰故事项 后续再利用规划将其中一间提供非引力衡计使用 并检合周边大学之城区部及青年社群 草项年轻雪峰创意设计意象严议规划 并部分的空间跟时段 由委外团队免费提供 与聚集年轻创业并配合 杭州南部周边宿舍群及年轻聚集 虚拟空间异象并因证据造景 为办理等案修复工程 同居委托徐建计事事务所办理 台北行务所关设规划设计 委托技术服务案 为掌握工作进度 在106年2月3月直4月共遭 排额三次规划工作进度画画会议 有关工作画画会议记录 请委员享乐福建 有关历史建筑和免费 所关策修复工程 稳托技术服务案的 规划工作报告 您请委员统一备查 以下先请许域建计事务士报告 主席周六委员 我们目前这个行为所 进行的目准状态前的 所谓的状态场 第一个阶段是 历史人物的建筑 所谓的划计划工作范围 就是这个是以前使用所有的处理 这是以前我们打的每个宿舍的 这个角落上面有一个浴场 最后目准状态 那我们认为说 其中就是这里面发展很多 重要的人文的市场 所以还有我们修复的成绩 我们这个是 以前这个地方叫做监狱口 口子里面 这是一个1907年的 这个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们像是我们执行的 是这个紫色的这一块 这个以前都是屠色的 那以前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 就是像有一些西兰的事件 必须到他们要跟自己的事情 罗浮性害革命的事情 另外就是在这边曾经外过的 比较著名的是蒋介水 还有赖泽等等 这就过去做形成这样子 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在这边 就有一个空间是这个 去做观看的问题 也是介绍的一个实料观看的 那另外这个地方比较著名的是 他们以前这个叫做华光社区 他们是大陆来台的一些 一些 society的事情 但是又是两个人 这个地方 było轻易的 很多能有名的小赤 苏名文化 那再去讲 三个都这样 那就是两个人 还要跟两个人 第二个这个附近 把华光社区周边 当初是 著名的他一体 里面卖古董香 又是有化学版的双版 介紹這個原因是因為我們未來的文化戰略也要接地區 就是跟這個地區的一個生活方式進行發展 有多種環境 那第三個就是要有城市環境 在這個區域裡面 就是有多種城市環境的重要的挑戰 那麼歷史環境就是我們的考證 在這個狀況之下 有些房子還能發生一些小營的房子 有一部分光過後的蓋 就是B層級就是後面的房子的光過蓋 A層級我們去考證 跟它比較維持聯盟比較多 C層級就是50年到1970年就是更後面 在第一層級有些人 紅色的房子就有什麼會過 就是有什麼會過 在整個房子上 我們大概還會有 比較崩潰的這個大學 或者是祖母的頭髒 或是祖母的起始 這個關注世界生活環境也可以顯示 內的時期的生活環境 像是這種遇到的 讓後面也有一些決定嫁接的行為 就在這個區域 第一層是氛圍的部分 所以有三個區域 大概是四個區域 因此就是基本上有幾個區域 才是一部共同的保證成績 用的方式大型 這個第一門開號碼有20個 相當的部分 那轉快的分析 第一就是它屋頂滲透大樹 就是我們剛才這個兩位 所以才把劉沛多人擺 一起搭置上去 怎樣去進行 激進全物 才能用 通財產的貿易 這樣 那麼另外就是 這個還可以 非常接受的 那木鐵構圖是寫這樣子 是希望有舊藥品 我們要請拿下來 然後如果先要給它結合 但是我們才有單索的 是我們於是在那裏面 這樣做 結果我們就分成三個人 接受它 那因為它強力 這樣就要正義 那也沒有個提示 我們都要它 即使在那裏面上去 做法 這個事業的手勢 可以尋找的 那麼另外就是發誤 一個就是 這個有機板的 然後到這時候我們要放出的處理 那警員警官的話 最主要就是 這邊有非常重要的報復檔區 譬如說有一個樓層 他們是用來的位置 那開水系統 我們在這個樣的程序 加上預先這邊的廠時 他們後面有很珍貴的原來性能的強 他所用的材料根據炒針 那是蔡北京的牆 製造的這個樣子 那麼這段組織 基本上我們要支持居住 還要變得太鹹 那是這個方法 再利用的規範後想來 那麼基本上 就如剛剛所說的 因為我們下階段組織 在這個區域很特殊 就是主要的 保存在我們很重 故事項目的這個概念的話 譬如說 大家大學是不在這個 正大的空間 就在這裡 清華大學的越南台 也不在這裡 那這裡已經修好 就是這個 錦丁的意思不分 就修好在這裡 那這附近也有一些 類似的意思的區域 我們這一次 我們覺得在這個地方 叫做一個 對 或是 像 好 整體規劃概念來講的話 就是 這個地方 是被分回的部分 這個 我們當然要分分幾個區 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 靠近 精華街這一帶 它這邊有所謂的 庶民的生活文字 大概可以 那麼 修復飼料館 在這個 後破端的區域 那在這個中間的 這個區域裡面 因為這裡就是 剛剛有報告過 以前 娃娃社區 非常多人的 複雄 資化 公益 這些 這些 這些事情 打算在這個地方 你能重現 這個女生的方式 另外 你們加上一個 資源示範就好 那在這個部分 黃色的部分 因為 毀壞得比較厲害 那後段 會有一個小小的 所以我覺得 可以把它作為 銜接這個附近 作為 學生女生的方式 只要讓他們的議員 繼續在裡面 進行後面 當然 這邊也有個 遺失 是可以作為 過去 所發生的 事件 以及 我們建議 跟生人 法務部的 活動創 合體 也在裡面 做一些關係 就是 這個地方 這有這樣 的問題 個人覺得 因為這個將來 如果 勾起出去的話 還是比較 平衡 所以 我們在這裡 就是 想做 網開 所以 要比較 就是 整體而言 它能夠從現 新街 這個廣場過去 所以 非常多的學生 有成功 自己在這個地方 目中的議員 或是我們 比較能夠 參與我們 這個 這個 就是 華光社區 以及 心物所謂發生的 各種資料 就是這些事情 都是跟地區 都調查出來 所以 它還可以在救人區 這一家 或是有一個 累積的生活方式 希望能夠在這邊 重現 所以大概 我們就是大概 有一個 突入很多的方法 這樣 那麼 這個是 行物所 是要在 資深的 房屋 學生的 學生的 房屋 送給我們 透過 那屆時 到時候 應該會 甚至會出現 很多 可能是 某照片 或是 事情 這種感覺 因為過去那邊 甚至有名的 化學生的 有名的 化學生的 化學生的 那另外 修復資料 就是修復過程 可以 到來 這裏 那這裏 一文事情 就是有這樣 傳統 這樣 一論它 這樣子 這些 在現在的進化 這些 目前還有很多 這種項目 之前 現在的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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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就是 大的廣場 還有大廚 可以作為市民 在這邊 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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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 人 一直可以協定到 那裏 可以 再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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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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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這裏 是屬於 精華界 美測 另外要精華界 再過來 延伸到 相關的 學校的 現在還有 閒置的空間 都會把它整理起來 這一區 現在已經進入到 再利用可批化的 西部設施 所以 跟委員這邊 特別做一個報告 接下來 接下來 大概 在這一區 會投入 將近兩億的幾分 做修建 希望得到 委員的 一些意見的支持 謝謝 這一區 其實跟老實講 歷史建築的部分 它本來是麻煩那個事務所 幫我們做一些 調查的部分 也簡單的做 那這個計畫 其實是 已經屬於設計的計畫 那只是它做的更多一點 就把它過去的一些資料 再做一些 那個收集的部分 一起增加進來 對 要準備出圖了 要準備出圖了 這個案就是自己設計 對 下面的圖就是自己設計 對 沒有 那個 這個是一個整個構想 那再過來 今天通過以後 就會依照違建修正法再出圖 對 那就是還有 接下來 再一個 更進 一些出圖 對 那首先 這邊有很多 雖然是會很大 不過 關於這邊 還有一些 有些 還是有一些 資料診證 部分 包括像那個 空間旅程 還有就是 剛才說二個二十六月 放到這麼多 二十六月 裡面的空間 裡面的空間 像這樣子 小型的出色來講 它不會有續間座布 座布的座布也錯 然後它不會是座布的座布 因為它比較大的 大型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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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來的小 會比較深 像那個座布的小型的 其實它其實很簡單 它只要有一間 一間就是座布的座布的房間 所以 所以 不是這樣子的名證 然後 還有裡面 如果從原來的設計 座布來座布的座布 它其實都是座布的座布的座布 然後 像這裡 名證上 它也是像說 座布的座布 但是 花園 那花園 在座布的座布 是座布的座布 是座布的座布 然後 所以 這些 可能都會引起 以後 不會把它展示 或者在設計上面 的一些座布 所以 這個部分 可以再認一下 那 像你說 你的 蝶蝠 它不是空間零散 它只能告訴你 這個地方是座布 然後 沒有的空間是座布的 蝶蝠 蝶蝠 有說 蝶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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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裡頭 其實很大 就是 關於空間還有 我們的構造 就是剛剛表達 非常熱心的百度 十號 在這裡頭 症害後 還沒有 對 那西部社群的 什麼 需要在中間 所以我們是為了我參加今天補充的美術那一間 因為事實上這一台日式宿舍當年是在監獄圍牆的外面 因為行政人員不可能被關在圍牆裡面 關在圍牆裡面就是受刑者 所以它是在外面 那麼它的品質沒有西邊正門口那邊 所以你看看所有的木材幾乎很少用到好的壞物之類的 是比較品質比較差一點的 所以我是建議這個許建築師 對於它的原貌 至少在書面上我們做研究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但是真正整修 因為我們知道到這個地點那麼好 就在金山南路旁邊 到頭來一定是委外 那人家有新的功能 我們也不可能還恢復到日式宿舍那種格局 所以我是覺得只要是它的外觀 能夠有這麼一排雙拼式的宿舍 其實內部應該給予比較高的那個彈性 這樣才是一個活路 所以對於許建築師那邊這個會的圖 我是做這樣的建議 我覺得應該是朝這個比較務實的建議 謝謝 其他委員的 都沒有老闆 和委員的全世界的法律 或許會話的是參與 請問這個案 可以參與嗎 好 謝謝 請例安一 師弟母親中山基督找老校會 後方興建工程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阻裂性行程 按由 按由 施定陸基中山基督找老校會 後方興建工程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阻裂性行程審查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 令人進行指援 只要設定古基 公告資料 響如附件一 第三 道地酒業 古基所定著土地為 中山區正義段三角段四角度 以帝號 申請單位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山基督教導教會 回坡卻和兵建築師事務所規劃 興建工程 該案基地位於中山區正義段 該角段493D號 與直轄市定古基 中山基督教導教會屬同一揭坡 基地位置祥附建2第10頁 故本興建工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次條規定提送跟貴友會 會員審議 職合兵建築師事務所於106年4月12日 提送本興建工程書圖附建3第11頁 本局於106年5月15日 邀請尼副國委員、張坤正委員、蔡元良委員、薛琴委員 召開設定古基中山基督教導教會興建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次條規定 所列清新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 請申請單位財團法人臺北市 中山基督教導教會及規劃單位 卻和兵建不治事務所 一、賬委員意見修正內容後 含送修正書圖與本局 本局後續將以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次條規定 提送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 會議記錄強複建4第12、13頁 檢附本案修正後書圖資料 請委員參與 這是基地位置圖 擬辦 本案請提案單位針對106年5月15日審查意見 提出回應及修正方案後 請請本委員會審議 並因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請建築師事務所申請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好 下一個設定單位做說明 那這個我大概緊要的 應該要先做一個說明 首先這個是我們的基地位置 那基地位置跟我們的這個 武器教堂和中山教會部分相關是這樣子 那中間其實有格著教會 還有其他的建築包括他的副堂 還有他的一個教育 所以是 原則上是 目前是沒有直接的研討 那他是有 旁邊的中山別圖的相子寄來的 那這是周邊的情景 那這個是中山教會 它是被列為這家市的市令古籍 那主要這個是 有一些他的構造方式 跟那個是一個日據時期的 一個最早的一個教堂 然後還有一些他的這個符壁 還有中樓等的這些建築的元素 那這個是我們在設計的時候的一些想法 就是說這是基地的位置 那之前呢 這個 這是長老教會的部分 這是古籍教堂 那這是副堂 跟他的教育樓 那目前呢 因為他其實在空間上使用已經有點不負使用 所以他原本的這個 裡面有一些行政空間 那預計在這一次的清建的時候 把行政空間丟到他這個地方 那也可以縮緩整個教會這邊的使用空間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設計的概念上 因為跟業主這邊也有經過很多的溝通 那他們也非常地重視就是新的這個建築物 跟他們的古籍教堂中間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也希望把一些古籍教堂的一些元素 能夠反映在我們的這個 量體的設置上 配合一些硝線 然後原本這個中樓就是一個 製作保守來反映這樣子的概念 那另外就是說在材料上 基本上原本的這個建築物就是一些白色灰色的一些牆面跟石材的一個材料 所以我們也是在材料上呼應他 基本上是白色跟清水文魚 跟這個透明的清箔裡來做一個材料上的一個搭配 那這是各層的這個建築物的平面 基本上就是以行政空間為主 那這是一樓裡面 然後有一個機械車位 然後突然不可會從上面這邊進來 那這是在景觀的鋪面部分 盡量用一些比較暖色的人 然後一些送磨的一些材質 那我們本來沒有新色圍牆 這都是季色的一些圍牆 那這是植栽的部分 那有兩棵樹 一個是季有的 一個是後方心質的 那深度都超過一米五 那這是一樓的平面圖 那這是地下室的部分 那旁邊有開發地下室的地下室 那也可以舒緩一些 因為目前在這個地下室後面 有的平面停車其實是比較用塞的 那以後如果有一些行政的空間 有過來的話 後方的停車情況也可以改善 那這部分我們依這個 有做一些停車需求的評估 那目前我們依這個法定實設是十步 那經交通機師的評估呢 這邊的實設實際的需求是五步 所以其實有多一些的這個 超過它的一個實際需求 那這是樓上課程的部分 那基本上的圖盒會是在後方 然後這是 這部分其實我們考量後 有多未來的聯動水化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其他的構成的這個面積 那另外因為我們概念上 是有一些水準對的 所以會有設一些 類似路牌的這個空間 那也讓未來使用者 可以有一些內外使用 的這樣的使用空間 那這四樓的平面圖 那這是上方 因為這部分是有這個牧師的一個住宿的需求 所以這邊有設置一個住宿的單元 那六樓也是一個幫忙框架 那是屋頂端 屋頂端我們主要通過一些框架 希望把一些屋圖 跟未來有可能的一些設備 能夠不在外觀上可以顯露出來 那剛剛我們有設置一些後氧臺 那部分有做一些隔障 所以未來的空調的室外機 也可以放在外面 所以會有多長度 那這個是我們的整個 整個重量跟它的小線 那我們整個正座高度 是在27米左右 那這個是我們外觀的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剛提的 一些量體重的錯落的這種感覺 然後基本上的利面產生就是 我們前色的外舖 或是外舖船來做搭配 那另外就是把它清除透明的位置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未來朝向這個 教會的那邊的 古蹟那邊的一個理念 那目前其實都被教育樓擋住 因為古蹟樓和它的這個 霧凸其實蠻高 在同時可以看到 而且遮掉大部分的這個 衣面 那這個是 這張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張是 其實是我們把部分 建築拿掉 因為不然其實 看不到它的全盲 那這張只是說明 這張是從未來的整個禁收群馬達的 在世界上 就是以量體堆的 一個方式 跟主能推出 一個乾淨的外觀的一個感覺 這張後面的巷子看 那這是夜間的 冬光的光影 很像 那實際上呢 在現場可以看到的角度 大概是 這個是在說那邊的巷子看到的 所以其實就是 這邊其實看不到我們 這邊的主教堂 那這個是從這個 其實對水看過的巷子 那主要可以看到的 角度大概是 連著這個 林生北路的部分 就是 這個是 主教堂的部分 那就是 就是現在教堂的這個 戶塔 跟它的教育樓 還有它的這個樓梯的屋圖 所以實際上 我們目前建築物 它其實大部分都會被 整理在這個樓上 那另外一個角度的模擬 是從 比較靠街角的部分 這是 土教堂的部分 那就是後方 這次 新建的這個建築物 所以在視覺上 其實 它會有一些干擾 那這個是 上次的審查被 委員提到的意見 是希望我們能夠做 施況階段的一個案件 措施的一個說明 那這部分 我們也繼續來做 這部分的補強 所以 我們這個目前是 地下三層 然後有三年之餐 然後這部分 是我們做的 一些 未來的觀察 觀測的一些計畫 所以我們會增設一些 觀測劑 包括下方的這些 那也 把這個 寫節的 這個原本 兩百分之一的規範 把它提升到五百分之一 那這是一些 一些未來的作為 台灣安靈之餐的 一些監測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是 歷上次的這個 委員意見 就希望能夠說明說 未來有可能 這個二期的新建計畫 那這部分其實是 我們目前提出來的一個想法 那當然 並不是最終的一個方案 只是說 我們當初的概念是 等於是 在未來 如果是 富堂 跟這個交友 有機會改建的話 其實這樣子 只會形成一個 很清楚的一個 一個 教堂的一個園區 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希望 透過比較積極的 這種採放空間 和流色的方式 來呼應 主教堂的一個空間 然後也是去呼應 旁邊的這個 比較溫暖的一個 都市面的寒購這樣子 那未來 我們希望能夠 透過一些通能 能夠連結 然後形成一個 以主教堂為主的 一個軸件 跟以一個虛空間為主的 一個軸件 所以這個地平有在未來 就變成是一個 可以看到的一個理念 那時候是 我們的概念是 希望在一樓層的部分 有一個水噴性的一個量體 然後被吸納 比較多的這個活動的需求 包括他們 未來可以 可以沿通這個 前後方的這個量體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 所以我們也希望 所以我們目前 在基座的部分 有流色帶兩層的量體 的一個空間的感覺 那在地下室的部分 則希望能夠 多利用一些地下室的空間 可以吸納一些容積 然後把一些 包括未來可能使用的一些 大家一起使用的 這個參數跟機會空間 放在下方 然後跟這個 新建的 機會能夠連同在一起 那甚至在 未來的停車需求 停車方面 也可以兩邊整邊 來做停車的 提供比較多的 這個停車來使用 那這個是 就是當初我們提案的一個想像 就是說 這是這次 其實這次 申請的報紙在這裡 那這是我們預想 未來有可能的 一個 假設二期有機會 改建的話 的一個想像 這樣子 所以我們那時候 建議的是一個 比較水平性的量體 那當然會呼應 這個 舊教堂的 它的一個 然後的一個高度 然後所以 再從這一邊看的話 就是我們看到 就是 主教堂的 其實未來 二期的部分 有一個 這個 入口 然後 這個 中體 跟這邊一個 比較水平性的 一個 融結性的 兩體 跟後方的 指示性間 這樣 那這個是 那時候 大概 一小的一個 就是 這個 指示性 呢 就是 比較多的 跟這個 力量是來 做實用 以上說明 謝謝 好 委員還有主席 報告 這個案子大概是 文智新 法三四條 到 送到文智會審議的 一個 證實案例 那 它主要是 在統一結果裡面 如果 跟 旁邊的 新建建物的時候 必須要送文智化資產 是委員會審議 那另外 其實後面 有一條 三十八條是 格林結構 大概會 送到那個 都市 就是 都法局裡面來審 都市設計 是委員會審 那所以 這個審議的 內容 細則雖然還沒有出來 他 剛剛 是報告 他在 統一結構裡面 大概主要是 是不是有遮蔽 鼓擊的外貌 跟 阻塞 他的灌籃通道 這是主要的審查 那 細則的部分 那 據我發覺這邊有看過 好像也沒有確實 定定標準 所以 大概幾位委員先前的做法 是 我們先請 文智委員去 現地 先看 先看完以後 再把整個計畫送到今天的大會 做一個報告 所以 細則還沒有出來 所以 不一樣 細則 原則草案上面也沒有規定 標準 就是他沒有所謂的 量體 或是 視角 的標準 所以 我意思是 我們是 針對對我們的法 做 針對 他 還是指教 說 他會 叫針對 是 是 是 他 是 當天的審查意見 做修正 對不對 這是 當天的修正 當天的修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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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要請牧師 接著 出 好 請 好 請 好 請 請 請 建堂的執行車 牧師因為今天到韓國出菜 你要我幫到哪一方面的事 代表所有全人你們有什麼意見要表達 因為你有三意的 我簡單說你一下 主要是因為我們教會 在民國87年被台北市政府 定為市令古蹟以後 我們的教會空間受到很大的限制 因為也不能改建什麼的 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這一次因為有機會 跟國展署沉租到 提名我們基地的非公共國的土地 可以來蓋宣教大樓 那因為我們目前 目前我們的行政單位 還有一些小型的聚會都沒有場所 而且有時候我們辦一些社區的公益的活動 也切少空間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能夠順利的把宣教大樓 興建進來 剛剛 邱建宏斯有提到這個二期的規劃 這個我順便重理一下 我們當時是有順便規劃二期 但是因為受限於這個 第一點經費的問題 第二點就是 我們沒有把宣教大樓蓋進 把行政單位跟小型聚會移到宣教大樓 我們這一邊 渡堂教育館根本沒辦法拆除 所以目前二期只是有這個計畫 但是並沒有確定 謝謝 然後 開花園可以 開花園可以 開花園就是要收拾 對 再多一整齊化園 這個 好 我們去講小說 三十四條 現在在兩年前 有幾年前 大概有多數一次領受報告 那在六個報告成果 你再有送各件事 我們要去參考 然後我們也好 沒有 類為一個必要公司的規定 那 那個 連鎖 大概也 今天這個報告 大概也大股 會提 從正面看出去的 關鍵 然後來考 中文基建的 特別版 後面的 這個 所以 今天這個 從照片上來看 大概應該在 在我們 在這個 應該有 碰到 應該有看到 那 你要看到 當前面 這種 這一次的改建 這一次 應該在 那 我們 大概會有參加審查 會 大概 按照 我們 關鍵 我們 在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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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們 在 我們 我們 在 這些解決的人會對你們認真 我們要看的是 因為我們基本上要看的是 攻擊我們沒有受到影響 對藥人堅持 那這些科技我要講說 我們兩個就是 請協定 你要涉及是兩次 這個來處理應該也可以 當然那些相關的要點 我想這個 等於請協定應該都可以寫得出來 就是你要看到那些 請協定到什麼程度 就要處理等等這些事情 你們要戴得出來 請協定 索友 건데 我從6園 其他委員要跟4教組 如果沒有的話 我這個是經驗過程 原則就到上来 就是一個 Success 時侯做 測試 報告 經紀 要 bana Brew 1.2.中正區國防醫學院部設愛德幼兒園 學人稱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依據文化貢獲法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無經指定及被執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聚落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本案是中華民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引報國防醫學院副設台北市私立愛德園建物 更附屬設施為歷史建築 引報表警委員相參附建一 愛德幼兒園位於學人新村內 為了文化資產的整體性 本局是主動發起學人新村全區文化資產價值 建定 在106年3月6號 邀請尼復博委員 李千朗委員 新婉嫁委員 王慧金委員 郭重雲委員 辦理愛德幼兒園學人新村的文化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未開 委員初步認定愛德幼兒園具有文化資產價值 保存範圍是原型教室 自願室跟寫生辦公室 平面主庭委員相參會議記錄 學人新村因為當日委員沒有公事 所以在4月18號的時候 再辦理第二次現場會參 那就再邀林曉娥委員 角澤千二委員 郭重零委員 黃英明委員 詹天謙委員 劉淑英委員 再次現場會參 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初步認定是具有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請委員相參會議記錄 關愛德幼兒園跟學生村 委員的審查意見 那就請詳參3月6號跟4月18號 兩次的會刊記錄 本案的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詳參附件市 這是本次會刊的愛德幼兒園 跟學生村座落的土地範圍 本次會刊的 學生村座落在本市中正區 福爾二小算 180、180-6、180-10、3比B號 愛德幼兒園是座落在 紅段同B號、180部分 跟180-7B號等兩比土地 這是目前學生村和愛德幼兒園的空照圖 那這4比B號的土地範圖 是中華民國、海北市 以及私人 是屬於國、市、市共有的土地 那這愛德幼兒園的B級地形圖 愛德幼兒園是由建議制 範圍是本體的部分 就是180-7這個圓形的 還有行政辦公室 還有資源室 這3塊 那這是愛德幼兒園 圓形教室的外貌 主要的特色 它是有波浪型的屋頂 那通風口 避免的外牆 那目前 愛德幼兒園裡面都是 有還是在使用的 有小朋友 那這個建築物內部的特色呢 天花板的糧 是以建築物的原為原型 做放射性的詩作 是主要的特色 那 右邊這個 愛德幼兒園 這個是1963年11月11日落成的紀念碑 都還保留在現場 那這是資源室的部分 這是目前的行政辦公室 那整體的戶外的綠地環境是 那戶外的綠地面積是蠻大的 那中整一下愛德幼兒園委員會刊 在文化資產價值的部分 在文化資產價值的建築物 是屬於歷史建築物 建議的名稱有 愛德幼兒園 還有國防醫學院附設愛德幼兒園 那接下來是學人新春的地級地建築物 這是本市會攤 學人新春共有9棟 編號1的部分是1層樓 那2到8編號的部分是2層樓 每棟有4棟共有7棟 那編號9的部分就有2層樓 編號1的部分是地址是 町州路3段24項1號和3號 它的外觀呢 目前其實現場回水比較嚴重 那都是屬於閒置的狀況 那據說據員方表示 這曾經是兩任院長曾經住過的地方 編號2的部分 門牌號碼是1號、3號、13、15號的外觀 那1號、3號的部分 因為為了要增加室樓空間 有部分是有陽台外推的現象 那編號3、5弄、5、7、11、19號的外觀 目前是沒有多大的改變 那2、4、6、8的外觀及內部 也都是還是維持原來的這個狀況 那編號5、17、19、29、31號這個外觀 也是有陽台外推 那目前這個部分呢 這一棟大概就是紅色 都起成黃色的外牆 那編號6的部分 21、23、25、27號的門牌 這個是目前的狀況 那33、35、45、47號 這個是也是現況 那37、39、41、43號 這是目前這個39號1樓、2樓、41號、43號 目前是作為愛德幼兒園的教室使用 那編號9的部分 是門牌號碼是5弄14、46號 目前是屬於鞋子的狀況 那全新村部分建物的構造 像窗台這裡有做一些斜度 可以來排水 那這個內部樓梯的狀況 那外牆有很多痛痠孔 那整體的環境也是屬於 樹木的綠葉盎然的整體景觀 那彙整一下學人新村委員的 對於文化價值的忠誠意見是 有委員建議是不具文化自然價值 還有聚落建築群 還有歷史建築是比較居多 那建議的名稱有學人新村 還有國防醫學院附設學人新村 還有學人新村聚落建築群 那以下是愛德幼兒園 跟學人新村的創建年期 愛德幼兒園代創建是1963年 學人新村是西元1960年 現況愛德幼兒園 仍然是作為幼兒園使用 學人新村除了丁州路三段 二次向一號、三號建物現況回損嚴重以外 那其餘都是住家 部分是空屋的 所有全人的保存意願 在106年3月6號第一出會刊的時候 私有地主劉錦雄、劉錦玉、劉宏正、劉宏正、劉宏慶、劉宏慶、劉宏欽 整體分析室具有歷史文化價值 那未來的財務管理規劃 文化資材沒有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管理維護的財務規劃 建議是請土地所有人、監獄使用單位來進行說明 那我登錄以後呢 影響評估是 因為目前仍然是作為國防部建設 跟幼兒園使用 登錄後對情況應該尚無影響 那本案 以你請同意登錄愛德幼兒園為本市歷史建築 建議如下 以名稱愛德幼兒園總類之其他 關號屬於學校 地址的話是中正區定住路三段二十四項五弄十二號 定住的土地及面積 並二號是符合二小段一八零部分 跟一八零十七兩筆土地 建議入結尾無證號登記 實際保存的面積仍以保存範圍 實測數據為主義 登錄理由跟法令依據 一、愛德幼兒園為美國醫藥駐華會 與徐宇階教授所捐見 設於學人青春內 以照顧國防醫學院人員子女 1963年完工時 是由時任美國醫藥駐華會副主席 愛德柯伯夫人剪採而命名 愛德幼兒園主要的建築原型教室身具特色 有通風孔面外牆 屋頂成波浪型 兼具台灣氣候的建築美學 牆面無度細枝工藝也具備了一定的工藝價值 建築以後也反映了台灣1960到1970年代 現代主義建築風格 三、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紙審查 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第三環 平定氣增 保存範圍是原型教室 資源室及行政辦公室 第二 你請同意登錄學人青春皆無為本事歷史建築 建議的名如下 第一個名稱 學人青春 第二個是宅地 總類是宅地 第三地址 中正區 冰州路三段 二十四項 一號、三號 冰州路三段 二十四項五弄 單號的一到四十七 冰州路三段 二十四項五弄 二號、二十四六八、十四十六號 定著的土地是中正區佛羅二小段 一八零、一八零之六、一八零之十三筆土地 間五也間號登記 實際保存面積仍然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主 五、登錄理由跟法令依據 一、新春市國防醫學院 第二、去的駱侙德院長 為安頓教職員居住的需求 在美國醫藥助法會協助下 得到捐款或興建的植物宿舍 建政戰後出其美國的援助軍事與醫療的發展歷程 二、新春具有醫學社區住宅群的格局 建築整體外貌上榻成原貌 體現建築室與時代的語彙特色 兩層紅磚噪中有天井 以空心磚作為通風、採光、兼具穿透室內外景觀連結 有建築物理的使用趣味 具有建築史與技術史上的意義 三、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的一二三訴款營業標準 本案提琴委員會審議第一因審議決議辦 本案提琴委員會審議第二項提琴委員會審議 我們有一位地址跟其他也很抱歉 有請您先生 大家好 我是有地址邀請 代表我們的各位花姐 我要跟大家報告 民主的土地在豐富後占用 政府大概占用了三十多年將去實施 在民國西十三年 我們另外經過抗疫情侵攻 來開始發放出金 大概現在差不多三十幾年左右 我們這些文化財產都會贊成寶貸 寶貸的寶貸的寶貸 這也是 但是我們這個犯貸也是在戰鬥時期蓋的 戰鬥時期蓋的 所以說 我們這整個地 從民國這十八年的聯群 國際理教理塔 理性團 還有陸風信 還有家瑋信村全新之類 在民國五十三年 被稱為三七種一年 六十年就定為國經濟激血研究中心 九十三年又被稱為房財公園 等於這個土地 變成 我們老百姓 這個十分跟著政府 變成 我們沒有辦法 變革的 公共自治保障 所以說 我們沒有辦法擔除 主要 就要跟著 跟著這個文化財產 還是跟著政府機關主要 就是說 我們沒辦法主要 所以說這個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在文化財裡面 104年7月1日起 開始 文化財有辦理這個 永孫街131號 一項1號 這個歷史建築 其實這個時候已經開始 你們文化財已經開始辦理徒用 其實我們這個地 一共是八線166項目 現在徒用的是在 在做的這個歷史建築的位置 839項目 暗龍這個地是透有十分 其實一看我們這個十分 我們的明地 大概487項目 其實現在文化財 不一樣的只有50項目 現在這個只有50項目 我們造成我們現在這個地 我們已經三年 國王部已經沒有完成 所以說這個行程幫忙 剛剛要怎麼處理 那現在其實你們整個案子裡面 包括等一案2 等一案3 這個再加上以前 整個通過的歷史建築 整個包括18015 就加了新增的部分 一共 這個就是等於我們 我們現在整個的 整塊地的1801號 1801號 本來是7公須 那後來徵收了1801 1802的醫院用地以後 剩下大概是四五張二四平方公尺 我們其實我們民地 我倒不會都是政府整理 我們的民地只有5.97% 大概是2700公尺 所以說我們希望是說 你現在是我們的地 我自己要給我們還是怎樣都沒有用 我們希望說不管你們使用單位是哪一個 你們希望你們把我們這個地 徵收了或者是租用 其實我這個租用徵收 我們在民國73年就有提過了 我說要徵收 我這裡面有附來我們那時候的租用的公文 還有會議記錄 還有這個整個過程的這個刷明 這意思就是說 我們整個東西現在經過 民國73年就是那時候我們就要求徵收 到現在33年我們的效率真的很大 那現在還沒有徵收 我們的希望就是最低微的徵收 那當然徒用 我們不懷罪 我們叫徒用到徵收 希望我請大家能夠體驗我們地 真的希望你們能夠幫幫忙 我們這些人有的年紀都很大 有的靠跟這些微薄的糾金在生活 希望我們政府單位提起我們 謝謝你們 跟委員還有主席報告 還有跟地主收入 地主的部分應該表達那個心聲 大概前幾次在一些相關會議裡面 文化學有做收入 加和新村山洞歷史建築的部分 因為過去大概原先是在國防部以下的租用的宿舍部分 後來因為國防部現在是沒有需求了 他準備要拆除 但是有身份的部分 那柯市長這邊也同意 由國化局來接管租用 所以那山洞的部分是由國化局來付租金 來繼續使用 那化成原先的其他的用途的部分 還是要照其他用途別的地主來處理相關的目的 譬如說將來有一部分好像是要發還 有國防部發還 那現在國防部也在告訴當中 那你那個部分可能要另外處理 那學人跟等一下要討論的案子 或是十字樓 包括艾德幼稚園的部分 那歷史建築的身份如果今天是討論 要不要給身份 那給完身份以後 那相關的租用的部分 還是要照原先的跟租的單位 他再程度由他來付 原則上會這樣 除非是由市府來接管管理 以後市府才會來變成市府來付租金 這個部分大概也跑不掉 那易主提的那個部分 在加和的部分有在討論 保存區的範圍 那個以後令案子在處理 包括自發組的部分 做一個說 好不好 有哪一支專案在協助 民族出境的證獸或租用 不知道你現在還在講 國防局在什麼方面 有哪一支 在加和的部分現在是有的 那另外兩塊 今天要討論身份的部分 他現在的地主 都還是照現在的規定 要付放 有佔用的部分 UID的幼稚園 有佔用的部分 還是照現在的 跟你們租的程序 在付那個錢 所以原則上 每一塊都會照原先的相關的 跟你們陳租的相關辦法來繼續 不會因為身份改變而改變 那加和的部分 因為他有歷史建築 有公園留地 有東發局現在在處理的一些問題 還有國防部的告訴 所以那個是另外一個案子在處理的 都有在處理 對 所以他剛剛講的 國防部有不發出境的部分 那是加和的部分 那可以跟你講這個 這個案子 還有其他都會議案子 我們之前針對第一個案子 還有其他都會議案子 我們之前針對第一個案子 還有其他議案子 我們現在針對第一個案子 還有其他議案子 還有其他議案子 我們在這個限開的過程 就出席了我們大概用一次的開 就同意他列入的議事件 那他都會議案子 其他議案子 還有其他議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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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那第二個案子 第二個案子 又是一個 這個嗎 第二個案子 第二個案子 還有其他議案子 沒有 這一件我們也說過 我們有照原來的 許其他議案子 又可以拿來進去 那些議案子 那其他議案子 跟其他的神秘的文化政策 其實不太一樣 其他的文化政策也不要說他的文化價值 這是第一次屬於他的事情 用事業的民航肯定建造 我們的全都讓他們建造 然後把原來的地主幫助一起 幫助保護 那至於這個保護家而行 保護這兩張是 是土地跟建物好無關 所以我們現在有肯定他的價值 都是建物價值 包括價格和支持其他 或是建物 跟所有的貢獻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建議這個 沒有辦法解決 沒有道理說 我們之間的一線 是越來越少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那我想是否能夠 會有一個狀態 把這個土地高一點 因為這個土地有一部分是公民 規定也是要 要掙承 所以我想不管是公民 也好 或是 也好 這個 十月 或是要這個 也好 那我們現在去看 不管是 宿舍 也好 也好 因為不管 這個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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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建物的產權 原則上路做還沒有移國到其他單位的話 會在國防部的底下 那個建物的部份 那所以它其實整個裡面的環境條件是複雜的 其實有一張圖 今天沒有 它可以看出那個土地 其實也是真的非常細索的 所以 其實都發局有在做一個專案 就是 水源移居政區的那個 都市計畫到從一段時間 好 看有沒有辦法做到 但現在也能做 所以它整個 你說 土地計畫的解決 也有 也跟我的包括 有在討論 那 那個不是 不是一兩天 就因為蠻複雜的 這樣 剛剛 學委員講的 這個 我按照文治法做的事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 過去 這個是占有人家的土地 現在 這個 建物又是國防部在管理 還是所有成本 但是 把它劃進去 按照文治法是利監 都沒有問題 但是 它又是無形又被 捕虐了 立主現在 每次你又佔我的東西 現在又把我一直 土地園 土地園 委員的意思在接原 這個 我們在之前 也曾經強調過 就是說 文治委員會 也是必須重視 整體的這些公民 除了火花利用之外 對不對 我們要保持的 武器 但是就是說 建物所有人 或地主 它的相關的這些權益 要做公民 公開公民 所以大家講的就是說 如果說 我們政府 確實是有一個 專案操作 在處理 那我覺得我們 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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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治